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還是 我們再換個話題啦 很多人也許不了解館長說的 當兵訓練到底是什麼東西 畢竟 時代久遠 但也講一句良心話 現今 現今的軍隊 跟我們以前的軍隊已經有改變非常多了 從裝備從住宿從火石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像 我們這一位台灣 美國陸軍 台灣人 他跑去當美國陸軍 現在派出到韓國 我們這個阿兵哥一樣 我們看他美軍的生活這樣子 那你說他們有苦的一面我不信 他們薪水那麼高 他們一定有他們辛苦的一個方面 但是他們在待遇上 在照顧上 在訓練的合理度上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要我們一直不斷的跟我們國家在要求上的東西 不斷跟我們在國家 我們國家要求的東西 但是你說軍隊我們的軍隊有沒有弊病 還是有的 就是那個演戲 台灣人這個演戲 作假 普蘭 怕是 到現在 還是有的 畢竟軍中生活太封閉 還是有的 所以說 在台灣來說 之前我說 刺槍術 500障礙要恢復 我覺得 如果你要拿一點體能 很好阿 很好阿 如果你要訓練就是 田徑隊 是不是 還是要訓練體操隊 很好阿 但是如果你要做實戰訓練 如果你要讓 台灣人民覺得我去當兵是有學到東西 老師搞那舊一套 我就不欣賞了 你要多新的東西出來 不是一直搞到舊了一套 一直在操體能 有必要嗎 有必要嗎 當兵 軍隊就是打武器 戰術運用 學戰術 學實戰 超體能要不要 當然要 一天 一個禮拜這樣子 跑個500障礙 跑一下 刺槍術刺個 練習個一下下 流個汗 一天練習個一個小時 30分鐘 可以啦 稍微動動 大部分的實戰咧 你不是在走老一套嗎 永遠在那邊一交洗 二交洗 你倒不如 拳套帶一帶 或是 木槍帶一帶 戶具買一買 直接用亂刺的 在實戰的刺槍當中 對不對 亂打亂刺當中 去學實戰 像人家外國也有 我們台灣沒有啊 永遠在那邊擺姿勢 一腳洗 先一吐司 吃 吃 吃 左側吐司 預備 吃 右側吐司 吃 幹你贏了 永遠都是這樣 永遠都是這樣 沒有用吧 人 不是木頭啊 他不會站在那邊等你刺啊 就像我們打拳也是要 一直 一直躲啊 一直練閃躲啊 一直練 抱在一起怎麼辦啊 人家會打你啊 你要怎麼閃啊 你娘的幹 是不是 那你說500障礙 有沒有用 我覺得500障礙 是體能有用 可是現在也沒有 體能 要不要 要 我覺得500障礙 他是一個很好的 怎麼攀牆啊 怎麼的啊 有沒有必要 要 但是他是不是 要天天操 我就是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反倒是 戰術運用 怎麼打仗啦 比較重要啦 怎麼開槍啦 怎麼用榴彈啊 怎麼用火箭啊 怎麼打實戰啊 怎麼打實戰啊 那句話啦 然後再者 講一句 成年老話 你知道館長當年 為什麼要簽下去 因為家境不好 今天 我講一句 大家心裡面的話 我以下講的話 大家一定是 一定是 會支持阿館 我那時候當兵 現在好像高一點點而已 我那時候當兵 5000塊 一個月 我當學生 1萬塊 一個月 因為簽下去了嘛 1萬塊 為什麼我那時候當兵 我要簽下去 因為5000 我沒有錢嘛 我家裡窮嘛 5000塊我連坐車回來 我都沒有錢 我連在營戰買東西 我連在軍隊裡面吃 我都不夠 抽菸 吃個飯都不夠 吃個 打個小蜜蜂都不夠 講難聽一點 我只能吃 軍隊的伙食 我連 坐車回來的錢都不夠 因為那時候我在 屏東當兵嘛 龍泉嘛 從屏東坐車 再從那邊坐什麼車 回到家 這樣1000多塊 就沒了 吃個東西這樣 那我當學生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 我去海軍陸戰隊學校 受訓半年 這四個月 受訓四個月 這四個月每一個月的 心想是 1萬多塊 我記得 我同梯的放假出去 因為我去吃涼麵 加雞絲 加20塊 那個涼麵嘛 有玉米有雞絲 跟什麼都沒有的涼麵 我只吃得起涼麵 我吃不起加雞絲 就因為20塊 我跟你講真的 我當兵好窮喔 真的很可憐 拉管以前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很可憐 泡麵也買不起 直到我 直到我生了四關 我是一個月3萬塊 3萬2千塊 3萬多塊 我才有錢 去喝飲料 不然我都喝水 我才有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是什麼 金車 阿薩姆奶茶 咖啡 博蘭咖啡 金車 金車沙士 不是黑松沙士喔 我們的 大家都知道 陸戰隊的那個 飲料機 阿薩姆奶茶 放假嗎 放假也不敢 花錢 值得去網咖 最便宜嘛 睡在網咖的桌子上 為什麼簽下去 是因為館長沒有錢 累了回雲七歲 不用住宿費 麥根沙士 麥香紅茶 土耳茶 對 土耳茶 所以 館長 老實跟政府講 我今天不是說 四個月的兵 或是一年的兵 今天我還是講 是訓練 項目 有沒有讓人家學到東西 再來是 你說 你說啦 我看到有人說 阿要三萬塊一個月 兩萬五千塊一個月 我如果今天要全民皆兵 大家都有對 戰爭有一個理念跟概念 可以當後輩 我覺得 半年的時間 或是八個月的時間 進去好好的訓練 但是 軍方提供 優渥的睡覺的環境 第一 第二 優良的伙食 第三 不要說兩萬五千塊 兩萬塊好不好 兩萬塊就好 休假正常休假 兩萬塊薪水 至少兩萬塊 喔 搞不好有人 不出來還可以再存錢 真的 因為你三餐吃軍中 至少兩萬塊 喔 以兩萬塊來說 然後儘量 限定 兵保護限定 儘量啦 但是有一些特殊兵種 沒辦法我知道 譬如講說台北人 就在台北當兵 東部人在中部當兵 南部人在那 放假的時候 我以前真的是坐車真的是 當然下基地另外算啦 我以前光 去恆春基地 剛從恆春基地 坐飛機回來 就多少錢了 就燒掉 我一個月就要燒掉三四千塊 你跑那麼遠 你休假 你人家回家睡覺 都要搭車 都要多少錢去了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心想要提高 然後讓每個國民 年輕一輩的 都去當 照顧他們 讓他們學到真正的戰鬥 給他們一個基本的 兩萬塊真的不多啦 真的不多 但是絕對不是五六千塊啦 你五六千塊 那人家家裡比較貧窮的怎麼辦 一五一五六千塊 你那六千塊好不好 我以前是五千嘛 現在六千嘛 你是在 然後多點訓練喔 今天就是這樣講 所以 要討論 要讓我們台灣的兵當多久 我們應該先討論 的前提是 如何讓 我們可以要求他 因為當兵是一個 軍閥處置嘛 軍令如山 軍紀四鐵嘛 但是在 基本的照顧上 吃不到人家無話可說 對不對 進來是有吃有睡喔 第一個有吃有睡喔 第二個是 在訓練上我們是實實在在 不作假 第三個是 我們有基本的薪資 扣除掉吃 其實跟外面 你還比外面好賺 是不是這樣 你一天吃三餐 你一個月也要吃個一半多塊啊 不用 你吃軍粥 我再給兩萬塊撥一 那是不是大家都會比較願意 那吃也要提升 那訓練也要提升 你再來討論說 到底要給人家當多久 台灣很有錢的啦 當官的少貪污一點 其實夠啦 一個人去當個六個月夠啦 總比這樣教招 剛剛知道教招也要花很多錢 教招一個人一天的心想是一千多塊 你們有去教招過嗎 每一個人都是一千耶 有到一千多塊耶 教招也是花錢的耶 教招不是不用花錢的耶 他教招 我跟你講 你與其教招要這樣叫 你這樣叫回去 這樣子全部叫 教招這樣叫 你倒不如就是 對不對 是不是 都要錢的耶 那以後比較高一點 沒有啦我超過一千啦 我一千 一千二的樣子 我一千二的樣子 現在比較高一點啦 現在好像八百多九百多啦 你與其花這個錢 你是不是倒不如就是說 你在 我不是中市 我回去掛一等長 你 回去倒不如 你回去倒不如就是 把現役的做好 把這個EU1的做好 現在其實軍費都很高啦 現在軍費真的都很高啦 一個支援義士兵 金水蠻高的 現在好像二兵多少錢 兩萬 兩萬六兩萬七的是不是 現在一個二兵好像就蠻多錢的 不是嗎 三萬四嘛 三萬四嘛 三萬三 對啊 一個二兵三萬四三萬三 那你給一個EU1 兩萬塊 可以吧 可以吧 對不對 所以還是跟 還是跟 還是跟你講啦 你總不能說 你現在要增強戰力 你不能說 自願役的 是 自願役的 你當兵就是要靠這個後備兵役嘛 你不能說自願役的三萬多塊 OK OK 他們當比較久 EU1的就六千塊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當兵 所以上戰場的時候 怎樣 EU1的是 吃不到子彈 一樣會吃子彈嘛 EU1的不會死 一樣會死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政府啦 提高EU1的收入 然後 一起 也不用 長太久 大概這六個月 或是八個月 實實在在的 實實在在的訓練 還是真的 贊成女性也要當EU1嗎 我贊成女性也要了解 戰爭 但是可以 用另外一種方式 去做 比如講說 後勤兵役 他也許沒有辦法當 戰鬥兵役 但是也是可以抽 如果要學以色列的話 男女都要當兵 這一點 我是覺得公平的 但是畢竟女性 為什麼要讓女生當兵 不是說讓你去吵 讓你了解 戰爭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讓你了解槍支 是什麼樣的東西 可能在訓練上面 是有差距的 現在就有 現在就有很多女生 是支援役的 但是我說的是EU1 也就是說 女性是不是最 起碼受一個 兩個月 或是四個月的一個基礎教育 讓你了解什麼是槍 然後也要開過槍 開槍真的是不難 我就說過了嘛 我去泰國 我帶員工去 有男有女 大家不是打得很爽 然後軍事課程 什麼是榴彈 什麼是什麼 打下去為什麼傷害 那女性的兵員 她可以幹什麼 比如講說 在戰事的時候 成立什麼 你可以教她什麼 變那個醫護兵啊 治療啊 後勤啊 是不是 救傷啊 輔助啊 對不對 那有戰鬥意願的往前走 沒有戰鬥意願的 全民皆兵嘛 她一樣是一個戰力啊 是不是 總要吃飯吧 總要吃飯吧 廚房幫忙啊 廚房火防兵啊 火防兵也是 也是要訓練的 對不對 野催啊 對不對 是不是 很多啊 那槍枝熟悉啊 那基本的戰術觀念啊 敵人打過來 找掩體怎麼找啊 各方各面要怎麼做啊 是不是 所以各方各面 他其實是彈性的 如果台灣 台灣 我今天不是政客啦 如果實際的話 你台灣我們以 正常的道理跟思維來說 台灣要搶 男生當 藝物藝來說 藝物藝來說 男生要當兵 這是我以上所講的 那女生要不要 也要 但是女生訓練的是什麼 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基本一項 我相信 無論是男是女 都可以訓練得到 就是對槍枝的熟悉 然後開過槍 還有一種就是說 戰爭的時候 和聲化 黃毒面具怎麼佩戴 這個都是 我跟大家講 這個都是 你戰爭的時候 都是為了要保命的 我跟各位女孩子講 真的很重要 神經解毒針 為什麼要打進去 神經解毒針 受傷的時候 槍傷要壓哪邊 直血帶要怎麼綁 中槍的話 直血帶怎麼綁 因為槍槍 子彈不長眼嗎 被破砲打到的時候 你大量出血怎麼包紮 這是不是所有人 因為是保命嗎 你戰爭來的時候 子彈不會挑人打 你平民還是會被打到 那如果大家都有這個 戰爭的觀念 大家知道在哪裡掩蔽隱蔽 大家知道怎麼樣 甚至是 戰爭的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去領槍 男女都可以做一個防禦架勢 我在我家防禦 這條巷子怎麼防住了 那你看看有這麼強 大家都可以持槍 都可以上膛 都可以上膛 都可以最基本的射擊 無論是男是女 那你看這個國家有多強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 以 戰爭的型態來說 你今天讓 女性去 學習 當兵的事情 是 給他們一個 未來戰爭發生的時候 一個最好的保障 你是對他們好的 這也是對他們是好的 並不是說 你想要把他抓進去操練 一直沒有操練 開槍怎麼會 開槍 開槍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喔 持槍戰鬥也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不然為什麼外面 你看外面那麼多人 在打CPQ 在打 空氣彈 在打 那個空氣槍 為什麼有男有女 大家玩得那麼開心 你可以把他轉換態度 但是我們是用 真槍 我們是用實彈 用真槍 是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所謂的 女不女權 男不男權 這個是戰爭來了 每一個人都要有責任跟義務 因為還是一句話 這句話 飛彈飛過來不會分男女 子彈飛過來也不會分男女嗎 在敵軍的眼中 會動的都是靶子 在我方 的經驗中 只要有手有腳的都是戰力 我今天講一句白了就是這樣 戰爭是殘酷的 這句話 這句話 我會跟你講真的 在敵軍的眼中 會動的都是靶 在我方的眼中 只要有手有腳 能動的都是戰力 你只要能十幾槍來 扣板機的人 都是一份戰力 所以把槍多一個人 都是一份力量 這就真的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 這是真的啊 就像我們嘛 就像我們嘛 假如今天共軍來犯 我們是在灘頭上 各位跟我都在 挖好的防禦陣地裡面 我們看到灘頭搶灘的所有人 只要踏上來的 你會分他是男是女嗎 你會問他是男兵還是女兵嗎 你也知道這是我的敵人 今天你不把他打死 等一下進入他的射擊範圍 他就要打死你 所以你會幹什麼事情 我相信每個人都是一樣 在那個時候 你只會一直去瞄準 一直扣板機 你不會管他是男是女 那時候你沒有憐憫之心 你也不會分男女 你也沒有同情之心 你是想把眼前那個會動的物體 打到不能動為止 為什麼 因為現在他沒死 下一個死的就是你 等他上來了 換他瞄你的時候 就是你死啦 我講這句話有錯嗎 沒有錯 所以的確 如果台灣今天要達到 第一個 讓他共識有 不會像現在這樣 我看到很多新聞下面一個被骨仔 打什麼啦 我們才多少人 我最討厭看到新聞下面這些 狗話 台灣兵那麼爛怎麼打 去你媽的雞巴 幹你娘 這個其實就是問題出來 出在我們的政策 我們的 如果我們今天 每一個人 大家想像一下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去 我們去喝咖啡 我們去交往女孩子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去討論說 當年你 你那個把你打幾分啊 你喜歡用什麼樣子的 瞄準姿勢 喔 我那時候女孩子也跟你講 喔對阿 我那時候就卡蛋阿 我就弄阿 瞄準阿 還是很好阿 我那時候就丟手榴彈的時候 女孩子跟你討論這個東西 你各位懂我意思嗎 如果今天 一個家庭主婦 你媽媽 年輕人跟你講 媽你 你娘當初在開槍的時候 你他媽的 你想想看那個國家會是多麼的 強 全民大家都有那種 軍事概念 全民的人都有 開槍經驗 大家都可以互相討論 當人家說 要跟你打仗的時候 你會說這種話嗎 你會說 來阿 我們就是拿槍回去啦 走阿 你懂我那個 你懂那個意思嗎 這為什麼 因為就是 包含現在的EUE 如果大家當兵 都有學到真正實戰的東西 你會不會充滿信心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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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 你當兵 我不是在做假資料 我不是在割草 我不是在做那些鹹炸事 我是在訓練 我打過幾百發子彈 沒問題 給我一個禮拜 讓我回去摸一摸 走吧 可以阿 你要讓我回去 我就回去阿 因為我已經做了 這個訓練做到非常熟悉 槍聲炮聲對我來說 只是熟悉的 只是熟悉的味道 煙消味 那個後座力 一樣道理的 一樣道理的 好不好 一樣道理的 所以還是希望各位可以 去了解這當中的話 當中的含義 好 好 交流會員阿 所以我們 應該來說是 要全民國防 什麼叫全民國防 大家都去了解 什麼是槍 什麼是戰爭 什麼是飛彈 什麼是榴彈 什麼是機槍 打下去會怎麼樣 震撼力是怎麼樣 我們應該如何找掩體 我們應該如何進攻 我們應該如何怎麼樣怎麼樣 很多嘛 你看他這麼有趣的東西 怎麼會不好退 我是覺得不會阿 加油阿 加油阿 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有這個概念阿 越來越多人有這個觀念喔 台灣的軍力就會比較強 台灣的軍力比較強喔 我們就可以保障我們的下一代 的生活 好不好 我在這邊講 台灣人 不是好戰分子 但是我們也要達成一種 不確戰 不畏戰 不怕戰 但是我們不求戰 我愛中國人 我也愛人民幣 好不好 但是 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冰龍相近 我會跟你講 那就來個你死我活 不一定是我輸 好不好 就是這樣 但是大家當朋友OK阿 No problem的 不要吵架 但是如果你要欺負我 你沒有斷手斷腳 你可能走不回去喔 你要我可能被你打死 但是你可能也終身殘廢 對阿 這種這種道理阿 要讓對方了解 好不好 嘿